Y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KinsonTube這個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盒 LEGO編號76190 是來自Infinity Saga系列 裡面就有這裡很大隻的Iron Man 再加上一隻Iron Man和Pepper Port 後面這裡就還原到Iron Man 2的場景 現在就馬上拿出這一盒LEGO的內容 這一盒的內容就已經拿出來了 這裡有一部很大的機械人 再加上三隻人仔 我們現在就看看這部機械人 在電影裡面這一部機械人 是抄襲於Iron Man的Mark 1 你看到他跟Iron Man的樣子很像 像是臉部、Arc Reactor 都是抄襲Iron Man回來的 其實我原本只看到這圖的時候 我就不是特別喜歡這隻東西 但我自己組裝完之後 我就覺得他所有東西都很仔細 例如他這裡後面有一個活塞 當你動他的手的時候 這個活塞就會推前推後 這個東西的形式就比較像Hookbuster 你也是打開他的頭 裡面就可以坐一個人 在這裡就讓Oberdine Stain坐進去 人仔坐進去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變成一個坐的姿勢 然後放進去就可以了 再蓋上頭 他就坐在裡面控制著這部機械人 在他右手就有一個機關窗的炮 只要你轉這個位置就可以射一些炮彈出來 而另一面就有一個炮彈 只要你按他後面 那些炮彈就會飛出來 他腰的位置也可以360 另外一樣我覺得這個機械人很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機動性很高 他可以活動到的範圍也很多 好像剛才說過的 腰可以360 而雙手也可以大幅度動動 同樣的雙腳也是 你可以直接幫他做一字馬 但膝蓋就沒有任何關節位 所以他永遠都是這樣站 這隻就介紹完了 現在就來看看人仔 首先就來看看我剛才說過的 Obadine stain 他沒有頭髮 代表後面是沒有第二塊臉 這一邊的臉就是灰色的鬍鬚 然後再加上一個微笑的樣子 他身穿就是一套藍色的西裝 中間就是一條金色的鏈 穿著西裝外套 再來看看Pepper Pot 這次Pepper Pot 比較失望 他的樣子和頭髮都跟以前那隻一樣 前面是一個微笑 後面是一個比較生氣的樣子 他的衣服就是一個女裝的西裝 你看到是一個扣了樓的西裝 裡面有一件襯衣 走了一點出來 再來 最後 Iman 這隻Iman我真的等了很久 我相信大家都等了很久 就是這隻Iman Mark III 雖然我自己覺得有點古怪 Iman Mark III做得細節過其他Iman 但我覺得這隻Iman這麼久以來 算是做得最好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的腰上面是有陰影 你可以看得出這隻Iman是有弧度的 而且他也很拿到這個Iman的細節 你可以看到他終於肯用這個頭盔 就是可以揭開的頭盔 不是上幾次AIMS的頭盔 在他的頭盔上面就有兩個圓圈的點 就是扮著一些螺絲位 好像剛才我這樣說 在他的身體和背部上面都會有一些深色的陰影位 就是扮著這隻Iman有些弧度 當然他是Iman就不會有些弧度 他也很拿到Mark III的神髓 你看他的衣服和背部 真的覺得他很漂亮 他的臉都是一樣的 前面就是Tony Stark微笑的樣子 而後面就是他在頭盔裡面的樣子 今次這盒LEGO的介紹就來到這裡了 我覺得這個機客人都算是很值得收藏的 原因是因為他放在其他Hulkbuster旁邊 都很漂亮 你就可以將他和其他Hulkbuster 做一些打鬥的場景 然後做一些擺設 而另外一個賣點就是這隻Iman Mark III 相信一些知道我有儲開Iman的觀眾 都知道我是想儲開所有Iman人仔 我想這隻Iman對我 又或者其他Iman的收藏家來說 都等了很久了 因為這隻Mark III真的都很多氣氛 而且這套劇裡面都很重要 好,那這次我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like、share和留言 如果喜歡我這個channel的話 就記得要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如果想第一時間收到我出片的資訊的話 就記得要按下subscribe旁邊的鈴鐺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了 拜拜 我喜歡這朋友 你哥 在床片和蘿蔔 這條片 我好解真的很快 那一條片 然後我還請你 我一定要打開